大家好,我是一木,欢迎收看绣花新一期的节目 本期绣花我们来到了山西太原一位花友的家中 这位花友啊,很爱养花,养得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吧 一木老师,大家好 现在来看一下我的花 这个是比较大盆的一个子乐 然后长得还挺好的 这个是一个景晃新 这之前开了很多花 然后我就把它都给剪了 这个是一个组合 反正有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太好的 然后这个上面有好多斑点 不知道是不是生病 然后它前面会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是大梨花 这个最近状态也不太好 之前开了五六朵花 然后叶子边上有一点点发黑 应该是缺肥了 但是我们最近风小区出不去 我的那个0327甲没有了 还给它试不了 这是我的金枝玉叶 就是红的那种 就是一木老师说用激素的那种 但是它的问题是我给它浇了很多水 它还是叶子会有很多的这个发泥 就是皱皱巴巴巴的 我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我的长寿花 这个已经第二波开花了 这是一个橘黄色的 这是我从网上买的多肉 就栽在这儿了 它还在浮盆 这是我的鸡蛋玫瑰 就也还可以吧 这个是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之前开了那个粉色的花 特别香 然后它开完了以后 底下又冒出了这种小芽 然后这边是一个多肉组合 也是 这是我之前种的 然后它浇水浇多烂根了 我就把它们给拼在一块了 这屁屁都长大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菊花 之前颜色比这个要浓一些 现在都特别大 但是还行 这个是我的蝴蝶兰 就它虽然开过一波了 但是还有很多的花苞 这都在陆续开花 这也长得还挺好的 然后它还在长新叶子 这个是我的乳液 我之前只有这种的乳液 然后它长得不好 就叶子一直干边 很脆 一摸就裂了的那种 然后我又买了一盆 这个翡翠乳液 跟它拼在一块 不知道能不能长好 这是一个金钱木 这之前有点把它给缺水了 然后晒伤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的叶子 然后现在我就把它拿到 这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就看见状态还好一点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长寿花 这个颜色的是我早就养的 它状态就还挺好的 然后长椰子呀 长花锅朵 然后这个是我那天 在花卉市场处理的10块钱 然后它状态不是很好 有点大了 但是还在缓着吧 就开花还开得还行 就把它拼在一块了 然后这个是我的虎皮 虎皮蓝 然后它整个状态都还挺好的 这个买的时间不太长 然后它底下发了一些小芽 发了三个小芽 然后我们再去外面看一下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这个养的挺好的 这是金田树 然后它长了 这个这两个已经长大了 这是新的 然后这后边还有两个新的 小的 在这 还在长 然后底下有个小芽 还在长 就整体还可以 然后这个是我的龟背竹 这龟背竹也是来家不太长时间 这些都是新的 还没开背的 然后这里长了一个新的椰子 就它底下的根长得还行 就你看它都已经长得冒出来的这种 就还挺好 然后还有这边 这是一个富贵椰子 这块长得也挺好的 然后它这个又张在开 然后它之前有点干边 然后我就把它都修剪了一下 都剪成这样了 然后我再给它塑形呢 它都长到一块了 我就把它给绑了一下 然后这个是我的富贵竹 可以表示说不能加太多水 之前我水都是加的好高 然后现在矮了一点 把它们也是修剪了一下 这是我的那个天堂鸟 这天堂鸟 有了一个新叶子 还挺好看的 但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很多的伤痕 这叶子上 然后它长了很多的这个新的 枝条 长了三个 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伤痕 好奇怪 这是我的双线竹鱼 就长得也还行 不知道为什么这叶子稍微得有点搭了 然后也是 就是这个叶子上面 无缘无故就出现很多这个伤痕 不明白什么原因 这个 它也是要长新叶子了 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我的马莲 这马莲到家时间也不太长 还在富盆 然后这个是小的这种竹子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竹子 然后这个是我养了挺久的了 就上面有这些水碱 这个是我很烦 虽然还在一直找新叶子 有些水碱 也去不掉 有点臭臭的 两个 这个是我牵插的多肉 不管它 这里有一个水培的红竹 这个长得也还行吧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这个叶子上会有很多的伤痕 这个问题困扰我太久了 希望一木老师能帮我解答一下 然后还有两盆绿螺 这绿螺是我从网上买的 买的时候状态特别差 9块9 然后也是图便宜 刚买回来的时候状态特别不好 然后现在养的挺好的了 这么长 这个也是长得挺圆的 这还行 然后这个是我的青年木 嗯 这个 这两天才刚浇了一点水 里面有这些小小草叉 这里还可以 然后 这之前也是我弄的花 然后弄成那个干花了 这就是那个大梨花 大梨花我给剪下来 这都枯萎了 然后就是还有我们家的蜜 这是我家的蜜子 对方才熟 可头疼它 冬天还长得挺好的 然后过了冬天就开始一只黄印 掉印 然后长了这些新年 它也不长大 然后他们说是水浇多了 但是我摸着这个杆它都还是硬的 我也不知道 能解放了我把它挖出来 重新再种一下吧 嗯 然后这个是我扦插的金钱树和长寿花 这长寿花的状态有点不太好 不知道能不能成 嗯 这就是我们家全部的花了 请一木老师给点指导吧 好的 视频已经看完了 在视频开头我就看到了它给我们展示的多肉 它的多肉呢 养得非常的好看 很漂亮 那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呢 就是你整体的多肉植物养的状态都是很棒的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在有一点靠封闭阳台 能养成这样很不容易 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真的很用心 整个多肉呢 不论是你选择的多肉品种 还有多肉的花盆 花架 都很漂亮 而且呢 养多肉你也很讲究 并没有养的让人感觉啊 很杂乱 而是呢 少而精 所以呢 让人第一眼看上去 你这个花架呢 就感觉很精致 整个多肉很漂亮啊 也是希望呢 各位花友啊 可以向他学习学习啊 这是关于多肉植物 然后呢 你还给我介绍你的室内的滤植 那我看一下你室内滤植的大体状况 整体上呢 养的还是不错的 那有在北方避免不了的一些环境易素 比如说呢 空气比较干燥 所以说呢 多肉容易 不是多肉 滤植呢 反复干肩的问题 这个呢 修剪是可以的 当然你要呢 及时的通风和加湿 此外呢 你也一直在问啊 为什么会有 这个叶子的伤痕 这个硬末教你认一认 如果说你的叶片上的伤痕啊 是黑色的 那么呢 多是啊 真菌感染 需要用呢 真菌药来控制控制 然后呢 秦通风 那你如果你的叶子 像你这个绿植一样 是 黄色的 就是这种金灿灿的这种黄色的这种伤痕啊 这种伤痕呢 基本上都是物理伤痕 换句话说呢 就是虫子咬的 这些虫子啊 它是咒服叶出的 所以说你 基本上没有见过它 它是呢 等你晚上睡觉以后 哎 出来 然后呢 啃食啃食叶片 吸一下叶片上的枝叶 所以呢 就会导致它上方有这种 金灿灿的黄颜色的这种伤痕 所以说有虫子 这个也是家庭养绿植啊 在所难免的问题 建议你呢 买一点 除虫药 小白药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比虫林 等等啊 来预防一下 效果是不错的 我看到你养花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我觉得也是值得各位花友学习的 就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 它在不同的花上都会有一个小标签 白色的小标签 可能就是拿普通的A4纸啊 之类的纸 写上 然后贴上 呃 它没有拍贴的是什么 但是我能够猜到 我不知道各位花友有没有去观察啊 它贴的可能是呢 比如说几月几号 哎 我比如说我吃了肥 几月几号 我喷了药 或者说这个 这个植物养护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一些养护注意事项吧 以及它用药啊 用肥的一些时间 这样的话呢 自己就可以提醒自己 下一次哎 比如说我隔一周隔两周 就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了 可以说啊 养的真的是非常的细心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也就是为什么 你的花 家里的花能养的这么棒 让人看上去这么美 可见你下足了功夫 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各位花友 再次向你学习啊 这个留标签的这个小习惯 很好 再来最后说一下你的发财树的问题啊 这个发财树呢 养的不太好呢 主要是以下原因 第一个啊 发财树呢 我前两天发过发财树的视频 讲的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浅根系的植物 不论多大的盆呢 它这个根呢都长不深 所以呢 你这个盆属于是偏高的盆啊 它的根的一般是一半 下面都是土 所以呢 水多了容易积水 它根系吸收不到下面的水分啊 就闷着根 闷着根啊 根就会啊 腐烂啊 根一烂 叶子呢自然就是会发粘啊 发黑啊 枯萎啊 都会出现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发财树土壤 可能内部呢 会有点板结 导致呢 这个水肥吸收比较差 第三个呢 发财树有严重的缺肥 肥力呢 不足不够 需要呢 补肥 总之呢 你刚才视频里说 可以啊 有时间等气温回升啊 给它挖出来 修修根 我觉得是可以的 剪一下腐烂的根系 老根 病根 剪一剪 然后呢 重新用干净的土 疏松透气的土 重栽 然后呢 把老叶剪一剪 留一点新叶啊 新叶也要剪一点 留部分的新叶就可以 它很快会浮盆呢 因为发财树啊 它生命力很旺盛 很容易救回来 好了 那这些秀花到这里呢 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也想参与秀花节目 可以私信樱幕 获取投稿邮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